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庄 还记得咱们昨天做那个模型吗 现在大坤这是做那个正品的是不是 还正品 刚才那是高仿的 昨天那是模型 这回这是 成品 对 对 对 我看这个荷叶好像也比昨天那个窄一点 这是今天早上新到的 我发的优速快递 然后优速快递昨天不是挺客气的关机了吗 关机之后 然后今天我又多方联系 那个优速快递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给我转到中通去了 是不是不干了他 不知道又上中通大裤取回来的 一拨好几折呀 要是不取回来 今天这还是安不上 是啊 那种等他派送 不知道等到哪天去 这个棍是做分体 这个床也是做分体啊 对 可以变成单人宽床 可以变成双人 大观众 就是反正就是分开 如果要是东西太多的话 可以光翻两个座这边 那头可以放点东西 对对对 就一个人躺的话 就翻这个 你说太对了 翻宽这宽一点 那边可以放点东西啥 对 然后如果要是同时用的话 就都放下来 对 我爸正在对这个纹路呢 木板也找原来那个纹 这是做哪个部位呢 储物空间的盖板 啊 差两折的呢 对啊 这样的话 床马周来的话 也没有储物空间的 这是整完了 整完了 看看效果吧 演示一下给你 看看 这两天让那个 这几个网友大哥 还有包括孙叔 老来 给我夸的都在飘了 就大众的小戏 飘到哪去了 飘到哪去了 就给你放心 这是一大众图观 然后一款SUV的 城市SUV应该叫 然后在后备箱了很小 真的很小啊 就这么大 这个头枕我就拿掉吧 真的不影响这个头枕摆放 其实就叫膜盒 一个后备箱膜盒 做完之后很小很轻啊 这两个东西是分体的 中间有个缝 我怎么看 中间有道缝 一会给大家展示 那个缝是怎么拆机的 中间有三个螺丝 螺丝我下的是下沉式螺母 也很方便 然后首先呢 就是利用这个空间嘛 当然很小啊 就上饭盖 这会儿你放点那个碗呢 筷子 厨机自驾油 是不是 灌瓢盆 这小东西都可以 油烟降素 倒到小瓶里 是不是 放在这里 然后其次的就是 它这个拓展功能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行 首先把后门打开 打开之后吧 把你的 城市SUV的车 这个座椅 先串 串到最前面之后 然后把它放到 放到之后 它有一个那个固定员车 固定的卡扣 往下按 看 这就按住了啊 就是固定上了呗 对 按住之后 咱们现在展示一侧功能 一侧功能就是这样 内侧咱们先不挂 然后把这个周起来 从这有个小抠手 非常好周啊 这个前面有个 类似于加强筋 加抠手的地方 周回来之后 然后往下翻 翻起来之后 你可以到这边来看 翻起来之后吧 这块有一个 这个腿 已经是织起来的 然后这个腿 也是活的 这两个腿 把这个腿也掰起来 这个腿自己就会落下来 然后往下放 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然后这个腿就跟 这两个腿就跟凳子结合了 这就是 目前现在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之后呢 就是 你这个后备箱 刚才不是这么打吗 然后 就可以 整个揪开了 揪开之后 完了大坤和我爸 又给设计了一个 就活的板 这个板吧 你可以 比如你要装长点东西 就把这板拿掉 我边上一发也不 也不害事 对 要是不需要 要装小东西的话 就把它挡着 省着它来会前后串 这个东西 这块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看地方 我就坐在咱们 一出大哥这个车里 你比如处心自驾油 这个地方放下之后 这个碗 锅 筷子 小菜 把一桌 是吧 这边放酒 放饮料 一个人非常方便 坐在这 但是要交流一点 前面主架只要两个人玩 也可以坐在前面 是不是 然后稍微侧点身 往后一递 这个桌面 基本上全都够用了 整个是一个大桌子 非常大 就是它还有一个这个功能 这功能 然后结束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椅子 往前串 然后把这个椅子放倒 放倒之后 跟那边一样 卡下去 卡下去 这边一样 看这个小扣手 手非常好往里放 然后这边有个小加强筋 就扣住这块 往前一转 往前一转 同样是道理 同样道理 这块也有翻转的荷叶 这个也是自己落下来 落下来之后 我们往前放 放完是一瓶的 一瓶之后 非常带劲 一瓶之后 慢慢整整 你猜要干嘛 干嘛 上车睡觉 然后基本上 这一个大床就完成了 当然前面那个空 有一个小空 因为咱椅子往前串了 你把枕头 其实塞在那个位置 咱们可以往前坐 但不要坐得太靠前 你把枕头塞在那个位置 完全是挺舒服的 对 然后后面就是两个 两个这个 左右两侧 都是这个储物 上帆柜 对 都是储物 基本上这个 这个模块就是这样 然后也是经过 一天半 连设计在制作 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对 然后我跟我爸两个人 但是这个车主大哥 他网名叫日出 日出大哥就是 着重跟我说了一下 说那个看你爸这个比较懂 是意思能不能让你爸过来 弄这个东西 咱们特意给我爸叫来了 叫来之后 这个东西就完成了 整体来说非常不错 其实猪两个人妥妥的 没有什么问题 对 首先你就是考虑这款车 因为都是专车定制的 这款涂罐 这款车的空间就这么大 宽度就这么大 所以说你觉得按照他这个车型 来量身定做 对 你看为啥有的朋友说 底下这块为啥不加高一块呢 是不是 我想把锂电池或者泥电池水桶 都放在这里 是不是 摆好了 那倒是行 然后那你床里夹度高 夹度这么高 然后你上面这个空间 就只有这么大了 当时说要是侧身都难 你这个空间 你就是爬你都爬不进去 真的了 对吧 太高 咱们有好戏的朋友 可以查一下火车的硬物 上中下三个铺 每个铺 应该大家都有 住火车窩铺的经验 你看看你住哪个铺 比较舒服 如果说住最上铺 第三种铺的话 身子都是抬不起来的 那就是要比这个还要 就是抬高之后还要高 所以说咱们厨器玩 首先要考虑的是舒适 住是很主要的 然后其他的东西 就是逆边器 逆边池 可以放在这个前排 这个座椅放倒之后 脚底下找一个空间 对 这样的话 就是有主有刺是最好 对 还有朋友说 为什么后面不放一个抽衔呢 对 本来一开始跟师傅大哥 设计的也是说 这块做个抽屉 外置抽屉 是不是 能拉挺老长 然后做个灶台什么的 但是你一旦做抽屉之后 你看它现在这个平面 一旦做抽屉之后 它是往里挖一块的 对 你抽屉最少得200毫米 我们要200毫米 或者20厘米高 那你上面的空间又小 是 所以寒冷的话 有主有刺 睡觉是主要的 然后其他的东西 也在想办法设计 是不是 对 基本上这台车就完事了 就算挑战成功吧 对 之前我们说了一下 要挑战一下 挑战成功 鼓掌 鼓掌 过去的工作就是 大哥过来把车开走 把这个磨盒拿下来 然后打磨 刷这个咱们清漆 用刷的 给它多刷几遍 让它好日后补变形 重量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 是什么 重量非常轻 刚才忘说了一个事 就说这两个模块 是怎么拆的 大家往这看 这个螺丝 这个是M8的一个 不锈钢螺刷 这头是内溜角的 用一个内溜角 把这个松开 一共是三颗 松开之后 然后它就变成两个分体的了 一个人轻轻松松的 就从这拿下来 可轻了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一会儿还要干别的活 好 我把它收起来 再看一下收起来的过程 也是非常简单 扣住这块 然后往后放 就这样就是很方便 轻不轻松 非常轻松 然后收这块 就相当于后备箱 拉了一个东西 根本就不影响前面坐五个人 然后这个椅子 你拽 往后一推 非常带劲 完美 完成 简简单单的一个磨盒 制作完成 耗时一天半 设计用了一半的时间 其实制作的时间没多久 你要是有这个图纸的话 其实正常一个木匠 也就能有几个小时就做完了 但是你关键是得变设计 还得按照这个车的尺寸造型 是不是 对呀 好了 这期就到这了 然后朋友们 有喜欢这个城市SUV的 可以给这期视频 城市SUV当床车出去玩的 可以给这期视频点点赞 评评论 咱们评论期见 拜拜